好 好一句 这个高考一点用都没有 当然相同的疑问 也许很多台湾的新兴学子的心中 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事实上很多大学 此刻也处于进退两难的阶段 到底为什么 中间新闻调查报告 我们来看大学怎么办 系列报道 大学乱象层出不穷 学生上课心不在焉 聊天 玩手机 语见不鲜 如此低品质的高等教育 一年就要花掉2500亿 教育部在私立纪专校院 奖补助款上 每年也投入25亿 不管什么学校 一年至少都有 一两千万合配款入账 这些纳税人提供的资源 就这样白白被挥霍 因此开始有人提出反思 大学是否太多了 学生太少 或是经营不善的学校 是否该下台一鞠躬 这个奇怪是 已经投资了大概5000多万 未来还需要可能 3500万的经费 才可以把它完成 新大楼盖了四层就停摆 刚股生锈无力再投资 这间位于屏东的技术学院 不敌少子化冲击 学生从全盛时捷的上万人 降到现在 日夜间部加起来只剩2000人 比很多高中还要少 每天一开门 人事水电的开销就要50万 等于一天烧掉一台汽车 学校逆境苦撑 进退两难 没有办法去生存 面对退场这个敏感话题 许多私校不是没考虑过 只是现行的退场优因实在太少 那可能就是撤 然后把这个地都捐给 县市政府 先人留下来的遗产 他们不需要看到这一面 根据私校法规定 一旦关门大吉 财产效地得捐给其他学校 或县市政府 一草一木一规定都得充公 若想保祖产 另一个选项是就地转型成 文化社府机构 譬如老人安养中心 但就算有意愿 停招年轻人 改收老人 没钱还是难办事 我现在已经很困难的 我还如何还有三千万 多余的三千万去成立这个基金 才可以去保留到我这个区块 这是不可能的嘛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转 因为这个东西是完全两套人马 办学校的人 不一定会办老人福利中心 进退不得的情况下 台湾一百多所大专校院 没有一所真正退场 只能苦称苟延残喘 因此私校提出折中主张 无法办学了 也不勉强办社府 希望修法松绑 让资产得以拍卖 拿回本钱后 其余的再交给县市政府 学校不至于写本无归 也增加退场诱因 有一部分 就是你原来投资的原始金 原始资金 我还给你这个原来的捐资人 那另外一个再保留一块呢 就是说对于老师职员的资钱 那剩下的钱 就是属于政府的了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那个所谓的账价归功 我们的学校有享受 很多的免税的措施 他最后财产的处分 应该就是费盈利的一个性质 就考虑到他的一个公共性 邻近的韩国 处理大学退场 手段很直接 公布办学不良的 大学死亡名单 停止补助限制学贷 要让这些大学 自然从高教市场淘汰 台湾或许不必如此强势 但为了高教品质 应该好好思考资源分配 兼顾社会公益 跟退场诱因 找到两全其美的 大学善终之路